三昧水畅说,人知居士,谁能无过,学人失念尚起烦恼,罗汉皆是动身口业,几况凡夫而当无过,但智者先决,便能改悔,愚者复长,遂时自慢。 所以,有了过错,比方对不起他人或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时,唯一能够补救的方法就是忏悔,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,做了对不起他人的事情,就要去向他人忏悔,请求他原谅,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时,就要自己责备自己,以后不再犯错了。 由此可见,忏悔实在是修行中不可少见的方法。有了忏悔,人们才能免除做错事之后,心中所产生的罪恶感。 有了忏悔,做错犯罪的人才能够改过向心,不至于长此堕落下去。所以,佛教乃至其他宗教都注重忏悔,的确是有它的道理存在。 这个只要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,肯定是有过失,这句话说得很好。 智者先觉,便能改悔,愚者浮长,遂使之慢。这就是与智愚的不同。 愚者犯了错,浮长,或者是不愿意悔改,或者心里不忏悔心,明明知道自己错了,但是那个习气在那里。 明明自己骂了人了,或者发了脾气了,做错事了,但是不愿意向人家承认错误,自尊心在那里,很强。